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电话号码是043184256 043184256 好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最近长春的天不错 挺凉爽的 时不时就来长雨 而2021长春肖夏节在近日开启了 可以说大家下班以后的夜生活也丰富起来了 是这样 提到夜生活很多人喜欢三五好友聚到一起 喝点酒 来点小烧烤 聊聊天增进一下感情 这是最不错的了 今天以展现《魅力长春》近享烧烤声宴为主题的 首届长春烧烤技能大赛 火热开赛 这比赛现场可以说是精彩激烈 而这味道啊 我估计大家跟我们俩一样 隔着屏幕都能闻着香味的 没错 我们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 首届长春烧烤技能大赛 经过为期一个月的报名和筛选 共有来自长春市50多家餐饮企业的参赛选手脱颖而出 今天 各位师傅们也拿出了自家独门烧烤密集 比赛过程中 专家裁判从创新 口味 品项 标准化 食品安全等方面 公平公正地进行专业评判 东北的色色豆腐 这是自己灌制的脆皮肠 点天买不到都自己灌制的 像这种料或者这种酱汁或者这种油 都是自己独色方法熬的 这些羊肉串都是现鲸鲸穿的 煎鸟里边外酥里嫩 这是家里的一道拿手菜吗 对对对 挺好 外焦里嫩挺好 原汁原味 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有的还真不错 把烧烤的原味烤出来 也有的火候不太好味 大多部分都不错 烧烤味道好不好 专家说好还不够 大家称赞才是庙 烤肉 烤筋 烤脆骨 烤腰花 烤油边 众多烧烤美食 各种吃法让现场大众评审团的试吃员们 垂涎欲滴 赞不绝口 都挺好的 包括这个肠啊 还有这个筋啊 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吃到嘴里边口感不油腻 特别的好 早上大家六七点钟就准备开始 七点钟我们评委老师就坐在这品尝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除了味道以外 它也增加了很多用心的元素 所以今天的烧烤吃起来特别好 作为2021长春肖夏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 本次大赛将评选出金奖以及特金奖 为出色的烧烤师傅们分别授予长春烧烤大王 长春烧烤工匠 长春烧烤能手的容易称号 对于东北来讲的烧烤的特色不同于其他省份 很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我们要把长春的烧烤做大做强 为我们烧烤行业培育技能人才 挖掘咱们吉林当地的美食特色 看完了这个比赛 我现在觉得烧烤可一点都不简单 刚刚这些画面真是让我们两个都觉得 要流口水了 确实 在这也是希望 能够把咱们吉林的特色烧烤给推广出去 能够发扬光大 没错 那说完了夜生活的特色烧烤 咱们再来说说其他舌尖上的美食 对于很多市民朋友们来说 家家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 而早事是很多家庭 每天选购新鲜食材的一个打卡地 下面咱们就走进长城市的 金开武区的早事 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今天刘兵就带着大家来到 位于林河街与珠海南路交汇处的 金开武区早市走一走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熟食区还有水果区蔬菜区 是分为几大区域进行的 那来到现场也是看到 人山人海的我们的市民 来到这个早市 看看这个水果蔬菜 新不新鲜 那么刚才刘兵也是来到我们的市场 了解到在这个水果区域 目前这个山竹大约 卖到15块钱一斤 这个每早的大樱桃 大约也就是15块钱一斤左右 早市里蔬菜水果应有尽有 都是凌晨三点左右运到这里来的 经过分类整理后 五点开始正式对外售卖 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蔬菜的区域 毛豆是新上市的吗 五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是吧 而且看到这个毛豆啊 特别的丰满 个头特别的大 这个地方一个是新鲜 一个是还物美价廉吧 水果也价钱也差不多 还可以 就是比较新鲜 还可以扒拉扒拉挑一挑 记者在早市上还看到了新鲜出炉的佐料 就是这个正在研磨的芝麻油 特别高 它直接炸出来的就是香油了 这个香油就直接能食用了吗 还得需要一个程序就是过滤 这个大约多少钱 是18 36亿斤 这一瓶是半斤的 早市里最热闹的还得是早点区域 很多摊位前都排起了场队 想知道经开五区这个早点有多火吗 从这个排队的人数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到底是卖什么的呢 这等了多长时间了 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 一出锅就没了 据说是他家这个非常好吃 近开五区早市 早上五点正式对外营业 上午八点半结束 加州附近的居民 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这里逛一逛 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新鲜 今天是我省中考的第一天 长春的天气是阴转阵雨 这也给考生们带来了一丝清凉 对 考试的时候应该很舒服 在今天上午考的是语文 很多人应该都是跟咱们一样 非常关心 这个题难不难 考生状态怎么样 我们记者也是来到了长春的一处考点了解情况 一起看看 上午七点五十分 在长春市中考考试南关考区第八中学考点 考生们在家长的陪同下 早早来到门口等待入场 八点半开考 八点进场上午考语文 考两个小时 就是文科稍微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非常不紧张 特别放松 当然是顺顺利利考出自己最好的程度 加油 就是中考必上 上午八点中考考生入场 上午要进行的是语文科目的考试 八点三十分开始 十点三十分结束 考试开始后家长们没有离开 一边等待一边充满期待 上午在这等于上午了 午饭的话准备吃点面条 你孩子的事过来吧 是不是给他祝祝威 一会儿基本上也就是带孩子 简单吃个午饭休息一下 然后准备下午的一个考试 哎呀 就希望孩子这几节的努力 没有白付出 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上午十点三十分考试结束 走出考场的考生们表示 上午的语文题目并不算难 发挥还算正常 今天考怎么样 考得还行 那个觉得世界难不难呢 不早的 考得挺好的 觉得发挥正常吗 接下来有什么准备下午的课 就回家好好复习一下理化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 都能够齐开得胜 金榜提名 大型舞台情景话剧航程 近日在白山首演 这些年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省内旅游 五位级景区的公共交通方式该如何选择 来看记者总结 长春百花园举行首届花竞大赛 感受自然的迷人魅力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继续来看新闻 今天理想照耀中国系列报道将带您到海南洋谱去感受一下 临跑海南自贸港建设起步一公里的洋谱加速度 海南自由贸易港洋谱经济开发区 地处中国海南省的西北部 它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 返北部湾的中心区域 提邻东盟经济圈 背靠中国广阔腹地 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纵横交汇的国际航运出流 2020年6月1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对外发布 先后亲自提到洋谱 赋予洋谱五项独有的开放政策 作为海南省唯一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 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功能平台 洋谱被海南省委省政府 赋予建设自由贸易港先行区 市办区 全省高质量发展增长期的全新使命 对标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 在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往来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以及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等政策和制度方面 率先实现重大的突破 自贸春风进 杨浦立朝头 作为海南改革开放排头兵 杨浦再次以开拓者的姿态 居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浪尖 一座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自贸港城市正在飞速运运 它正敞开怀抱与全世界投资者一起分享机遇 共创未来 继续来看新闻 连日来 柳河县、梅河口市、白城市举行表彰大会、文艺演出、红歌合唱比赛等多种形式活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柳河县举办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青年党员代表为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 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活动中党龄超过50年的老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 表达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念 在精神上要受到一次洗礼 这些老党员、老干部多年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做出了榜样 梅河口市官公围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永远跟党走文艺演出 演员们带来了合唱、再唱山歌给党听 舞蹈黄河、配乐施朗颂、托起明天的太阳等精彩节目 欧歌伟大的党、礼赞昂扬奋进的新时代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 白城师范学院举行了红歌合唱比赛 3000多名学生用嘹亮的歌声表达对党的热爱 红歌比赛选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渴望光荣》等78首歌曲 激发了学生爱国、爱党、情怀 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国家的强大、繁荣、昌盛和我们党的力量 所以当代的大学生一定要努力学习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各地中小学创新活动载体 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号召师生学起来、唱起来、讲起来、画起来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走进四平市迎宾街小学 一幅幅描绘中国共产党光辉历程、伟大成就、人物风采的海绵纸贴画 生动醒目 学生们用画卷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迎宾街小学还启动了五个一百系列教育 包括百名教师、百天讲、百年党史微课 唱百首红歌、讲百位英雄人物故事和做百见十世等 此外,学校在各年级同步开展 红炳金、心象党、英雄故事 我来讲红色故事宣讲活动 所有同学都可以动手、查资料、找图片 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讲述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切实培养了孩子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 做到了让红色基因、浸润孩子们的心灵 种下了爱党、爱国的种子 连日来,于树哥中小学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通过情景剧表演、红色歌曲连唱、经典送读 对列展示等形式,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柳河县第一中学举办《为党放歌》 音乐开放日文艺演出 同学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的无限热爱 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昨天晚上在长春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 举行了一场大型公演活动 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晚上七点,华灯初上 灯火点亮长春的夜空 由欧亚商业连锁举办的大型公演活动 在欧亚新生活购物广场举行 来自吉林、辽宁和黑龙江 三省二十三地 近千余名员工代表欢聚一堂 以感恩之心深情演唱 那么整个这个会演的前期准备 至少在两个月以上 我们的员工绝大多数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从那个排练,学习这个歌曲,这个唱法 请的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种指导 最长的时候练习到了晚上十二点多 大家都是激情高涨 投入了全部的吸血来准备这场活动 此次文艺公演从舞美音响到现场氛围 每个细节都精益求精 在一曲曲铿锵有力令人难忘的歌声里 我们仿佛回到那段百折不挠 尖心求索的伟大历程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由白山市浑江区目光艺术团 自行创编的大型舞台情景画剧航程 近日在当地首演 这部剧从创作到演出 一直备受大家关注 话不多说 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大型舞台情景画剧《航程》共有十二幕 由白山市浑江区文化馆 与目光艺术团共同策划创作 剧情以老共产党员陈启亮 一家四代人 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 而勇于牺牲不为困难的经历为主线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先烈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 而前赴后继浴血奋战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革命精神和民族气节 据了解 目光艺术团是一组白山当地平均年龄近65岁的老年社会文艺团体 我们这些演员呢 大多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党员 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 这些年让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 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那么在建党一百周年到来之际 在东北抗联主战场上 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带来这样一场演出 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程 眼下呢学生马上就要放假了 特别是对于中高考结束的学生来说呢 出门旅游正是放松身心不错的一个方式 如果想散散心还不想走太远的话 那咱们省内旅游有很多很好的选择 那么吉林省内都有哪些景点呢 都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来看报道 记者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上查询 截至目前全省A级旅游景区共231家 其中5A级7家 4A级63家 3A级111家 2A级43家 1A级7家 省内旅游你会选择去哪个景区 省内旅游 省内旅游应该上长白山吧 很多景区 比如说呢 比如说长城静岳 美满黄宫都可以 包括世纪城 长阳 长阳 连起长白山 那你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自驾 开车吧 自驾 自驾也好 公共交通都挺好的 游客选择的出行方式各种各样 但多数都不喜欢抱团旅游 自驾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首选 下面记者也对长春前往5A级景区所需乘坐的公共交通工具做了查询及总结 长春市内的四家就不用再介绍了 前往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动车或者高铁是首选 从长春到敦化只需不到两个小时 到站后需要转乘公交或者打车 而前往长白山景区可以选择吉林省景区直通车 从长春雕塑公园出发 约四个半小时直达景区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朋友觉得眼下的长白山是省内旅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话说的没错 近日有出行到长白山天池旅游计划的朋友可以出发了 冰封近七个月的长白山天池近日全面融化 一起来看一下 6月22号冰封近七个月的长白山天池全面融化 又以一壁池水伴美人间 当天天池主风上还出现了罕见的光运现象 游客纷纷拍照记录下难得的景观 长白山天池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火山口湖 由于纬度高周围山体高 天池的融化时间较晚 是我国最后一个开冰的湖 今年气温偏低 开冰方式又是闻开 天池的开冰时间较往年有所延后 随着冰霄雪荣 天池也进入了一年中的最佳观赏时期 长白山旅游记即将迎来高峰 下面咱们再去长春的百花园来看一看 此时首届花镜大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来自全国各地共14所高校 所提供的180余套作品中 十套作品最终实际施工 咱们一起来闪闪花 本次大赛突出花镜设计 花镜是一种特殊的种植方式 一般是指沿着花园的边界线 或者路的边缘进行种植 也就是大家在画面中看到的效果 本次大赛获奖作品有喜都飞花处 小厅确争鸣 浪涛等 这些作品都是以青春为名 为春城展现了富有朝气的园林设计 有艺术感 我挺喜欢这儿的 有可能选到最美的景致 它那个花啊 百花齐放啊 是好啊 一个是观光啊 再过休闲呢 是一个很好的场所 我非常喜欢 特别棒 目前这些作品也在进一步完善中 届时园区也将打造 一游一赏一去的精致生态公园环境 欢迎广大游客前来欣赏感受花卉文化 最近长春市南湖公园里的睡帘 似乎也是在这凉爽的天气里醒了过来 成了一道特别美丽的拍照打卡地 来看看 又到了一年夏天的赏花季 南湖公园的睡帘最近已经悄然盛开 湖水映衬下 红白相间的睡帘雍容尽美 或一朵静静绽放 或两三朵组合在一起 渐渐地连成片布满着湖面 睡帘的花瓣或洁白如玉或粉红娇嫩 走近还有着阵阵清香 沁神心脾 睡帘一看叶子也非常清新 油亮 特别舒服 就是到这来真是一下子就感觉心里可敞亮了 那种爽心悦目的那种感觉 刚才我还跟我爱人发照片说 我说的这个南湖公园现在是太美丽了 主要有寒带的燕纸红和白仙子两个品种 主要是以粉色和白色花戏为主 睡帘的主要分布是在四庭桥和小溪湖附近 其中小溪湖的面积比较大一些 一共大概有300株左右 睡帘的花期是从6月一直能持续到8 9月份 其中盛花期是在7月中旬 也是一个最好的观赏世界 碧波 绿叶 白莲 原本单调的湖面因为睡帘的开放 迎来了色彩的点缀 这才是南湖公园夏天应有的景致 睡帘洗阳光 有日间开放 晚间闭合的习性 夜幕低垂会慢慢收拌壁蕊 黎明之前又徐徐展开 所以睡帘也被誉为花中睡美人 喜欢观赏睡帘的游客 可以从南湖公园的5号门或6号门进入 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其他品种的水生花卉 刚刚开始开放的杏菜 黄色的花期 还有芡石以及一些灵觉等水生花卉 观赏水生花卉的同时 也有注意自身安全 远离湖岸 不要盼着花指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联合近日头条客户端推出的头条热榜 先来看一下咱们省内都有哪些网友热议的事情 今天咱们第一条视频 要看一个振奋人心的事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发车了 京庭长春西站 咱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多像样 由中车常客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正式发车了 主要负责北京至哈尔滨 吉林 沈阳等城市的高铁运输 京庭长春西站 节能环保 智能运维 配备5G覆盖 手机无线充电 手机投屏 自动贩卖机等更多功能 真的是太牛了 真是应有尽有 看看网上大家咋说的 这网友说坐车变成一种享受了 确实以前坐车都是特别慢 要很长时间 而且座椅很硬 现在是又舒服 还能充电 还能看电影 真的是很棒 这网友说这也太智能了吧 确实是比想象中还要更加智能 想象不到还能再配置什么了 这网友说我要去抢票了 话不多说 这满满的智能化 真的是科技改变了咱的生活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条 下面这条视频 发生在沿边的一个医院里 一名三岁幼童突发疾病 紧急时刻 这医院保安报啊 非一本送医 真的很感动 看看大家咋说的 这网友说给保安点个赞 一点都没耽误时间 确实是而且还抢回了很多时间 这网友说在医院工作的人员 真是时刻都把生命放在第一位 真的是让我们值得每个人敬佩 和值得我们学习 这网友说感谢那些守护生命的人 真的要是无限的感谢 总有这么一些人 在关键的时刻 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让面对危难的人 感觉得到温暖和希望 那接下来再看一下 咱们国内都有哪些网友热议的事 这近日呢 江苏徐州三岁幼童 在游泳池倒栽葱 旁边11岁少年啊 一个愉悦 全程表现冷静 上演教科书史的诗旧 来看看视频 来看看网上大家咋说的 这帮我说 胆大心细勇敢优秀的少年 真是反应够快 而且动作够敏捷 这网友说 反应和处理能力真棒 确实是 真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小英雄 这网友说 救人的同时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这个是大家都要注意 这位淡定的少年 真的就是一个好身手 但是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 家长请一定看管好 咱自己家的孩子 这三岁幼童真的是够小的 他一定没有自救能力 咱们要避免这样危险的事情 再次发生了 再来接着往下看 前两天 广东韶关一段保安大叔 用一口流利的英语 给外国人指录的视频走红了 这画面中 大爷外国友人 是指明地点和所需的时间 不少网友表示 自愧不如 来看看大家咋说的 这网友说 大叔英语好厉害 曾经是个学霸 这还用想 一定是个学霸 很厉害 这网友说 高手在宾间 真的是让大家感觉自愧不如了 这网友说 以前人家可能是英语课代表 这真没准 要给大叔点赞 虽然面对外国有人 还是一问三不知 保安大叔英语再流利 也有点不知所措 说啥都不知道 但是这股耐心交流的劲头 体现的却是咱中国人的友好 和热心肠 给大叔再次点个赞 再接着往下看 前天在陕西西安老年大学 举办了首届中老年模特大赛 老人们是穿着时尚艳丽的服饰 在舞台上 神采意义的拉风走秀 据悉 选手平均年龄 在60岁左右 我今年58岁快60 退休以后就加入到 我们西安老年大学的 大学校里头进行了学习 很支持很支持 因为毕竟我们老了退休了 选择我们热爱的生活方式 今年79岁 从02年开始参与摩特走秀 到现在已经是19年了 我们团队的年龄 平均是63岁 身高平均是1米84 我以前是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 一个后勤人员 05年参加全国第二届 发现在摩特大赛的时候 获得冠军 作为中老年人 就是能够 劳有所乐 劳有所为 真的很让人羡慕和敬佩 来看看大家咋说的 这王老叔说 年龄不是问题 兴趣才是关键 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有很多 兴趣是培养出来的 这王老叔说 活出自己的精彩 真的是让人很敬佩 虽然年纪都很大了 有的是双鬓斑白了 但是精神头 体态 身材都相当的棒 这王老叔说 最难得的就是老有所乐了 这股精气神 真的是让人感觉很佩服 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如果老年人的生活能这样的话 真是特别好了 希望大家都学习一下 好 咱们今天说到这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与中国公共电视新闻网合作的 国内各地的新闻 自6月17号 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 汤洪波 为首批进驻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以来 他们一直实行的是天地同步作息 空间站里的摄像机 记录下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从清晨到深夜的太空生活 航天员开启太空生活的第一天 就安装好了YY无线网络 这是6月19号早上7点07分 由天河核心舱的舱内镜头拍摄到的画面 镜头进处的汤洪波正在操作一台笔记本电脑 与此同时 聂海胜正在较远处的就餐区给大家准备早餐 早上7点多 航天员汤洪波第一个吃完早饭 继续自己手头的工作 航天员都配备有手机和平板电脑 具备天地之间拨打电话的能力 除了和地面工作人员沟通工作 闲暇时间也可和家人互相问好 连接无线WiFi后 航天员可以按照地面的习惯 来开启自己的太空居家生活 当然这个连接的是空间站仓段内部的局域网 航天员们睡得怎么样呢 早上6点不到 汤洪波的睡眠区灯光就亮了起来 而在它旁边刘波明的睡眠区也已点亮 在镜头左下方 航天员汤洪波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 还要整理一下个人卫生 在地球上再简单不顾的洗脸刷牙刮胡子 在太空坐起来都会大不同 在太空的湿众环境中 悬浮的水珠极易被吸入肺中造成窒息 所以汤洪波洗脸就是用棉洗湿纸巾清洁面部 刷牙则是把装在小袋子里的牙膏直接系在嘴里 进行清洁后直接印进肚子里 这样看来 这个独立的睡眠区不仅可以用来睡觉 还是个可以供航天员洗漱娱乐 以及和家人联络的私密空间 让航天员三个月的工作生活有了更好的体验 那么航天员在天上待三个月 能洗澡洗头发吗 我们就会给他准备一些 比如说湿毛巾 湿毛巾 他可以把湿毛巾加热 加热了以后就擦 擦拭 那只能是这样 比如说洗头 我们准备了那个浴帽 把浴帽套在头上 就是免洗的那种洗发液 可以挤出来以后 就揉搓 这么洗洗完了之后 给他擦干净 据了解 在太空的三个月 航天员的工作安排的满满当当 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出舱 按计划在神舟12号任务期间 航天员将在机械臂的配合下 开展两次出舱活动 前几天 航天员已经把舱外航天服 从天舟2号货运飞船里搬了出来 这一次时间长任务重 出舱时 三名航天员一人在舱内操控 两人完成出舱 预计需要六七个小时 核心舱上的机械臂是个狠角色 可以快速将航天员转移到指定位置 还可以进行舱表爬行转移 移动货运飞船载荷等 既可以节省航天员的体力 也方便携带各类工具设备 它虽然个头大 但是关节多非常灵活 是我国目前智能程度最高 规模与技术难度最大 系统最复杂的空间智能制造系统 今天国家航空局发布了天问一号 任务着陆和巡视探测过程当中 获取的多个实拍视频和图像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5月15号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火星 携带的开伞过程监视相机 落火状态监视相机 避障相机 记录了降落伞弹伞 开伞和抛伞 动力减速和避障等过程 着陆过程视频中 第一个动作是开伞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速 按照设计 在着寻组合体进入火星大气层后 速度从约每秒4.8公里 逐渐减速到每秒400米 为了进一步减速 保证安全软着陆 需要采用降落伞进行减速 目前这个外形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很很很一个钝体外形 就是阻力性非常强 阻力性很强 因为我考虑大气密度比较低 它的稳定性就很差 尤其是跨因素的时候 稳定性一差 它就容易地翻个 对 这样的话我就提前在超音速夸超段的时候 以前就把这样子打开 这样的话就靠伞全力 把它长得稳定下来 当着寻组合体的速度和姿态都稳定之后 降落伞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需要在适当的高度 将着寻组合体背照和降落伞一起分离 随后通过发动机进行再一次的减速 经过动力减速和避障之后 着寻组合体成功软着陆在火星表面 就是我们通过摇车来看 就是我们现在着陆的着陆的位置 和我们原定的 我们设计的这个位置只差三公里 综合来看 其实陆车是非常准 控制非常好 好的 我们再来关注高考的后续情况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的分数线已经公布了 而各地的分数划分方式也各有不同 很多苦读的考生的分数 也对应了自己的付出 考出了自己满意的成绩 昨天广东高考放榜后 广州隔离病房中的两名考生高考成绩也出炉 记者从广州第八人民医院获悉 一人超出本科最低录取控制线约70分 一人超出专科最低录取分数线约200分 医护人员获悉两人分数后 第一时间表达了鼓励 祝愿他们未来顺遂 6月初两名考生被确诊新冠肺炎入院治疗后 表达了强烈的参加高考的医院 医院级教育部门设立特殊病房考场 帮助两人在病房中顺利完成高考 目前两人仍需要在医院病房区住院接受治疗 安徽少年周同2019年高考前因车祸截肢 今年顽强的他高考取得了684分的好成绩 全省171名 此前周同参加了清华大学的高校专项计划招生 自强计划 周同的高考因为车祸迟到了两年 但是精彩依旧 令人动容的还有这位考生 安徽肥东县桥头急震的杜成 九年前刚以高分考入肥东医中 就被确诊患上白血病 右眼几乎失明 休学后他在化疗听书中度过 一晃就是六年 身体好转后 自强不息的杜成重返校园 重新拾起课本 寻找人生的光明 今年24岁的杜成 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 最终取得562分的优异成绩 朝安徽文史雷一本线两分 好消息传来 杜成喜极而泣 我觉得很有意义 你自己的预期目标还是有一段差距的 但是我觉得可以给 就简单的一下 我就是给这些帮助过我的人 还有这些受理上关心的人 我可以给他们一部分今天的交代吧 获知喜讯 十里八乡的爱心人士都替杜成感到高兴 他们上门慰问了杜成 祝贺他将圆大学梦 知道高考成绩后 有不少家长会去感谢学校 当然感谢的手段也各种各样 25号广东茂名市一名男生高考654分 获全校第一 家长兴奋之余 赠送了一头牛给学校 牛带着大红花 被多名学生围观拍照 家长表示 送牛的寓意是希望下一届学生牛气冲天 都考第一 有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纷纷表示 这应该是全网最牛的家长 再来关注一件暖心的事 最近江苏南京一位96岁的老奶奶 在街头迷路了 当地的一个民警赶紧拍下老人的照片 向附近的居民打听老人家里的大致方向 那这位身高1米92的民警就这样 一路牵着老奶奶慢慢地找自己的家 民警看到老人坐在快点的小凳子上 赶忙走上前试图与老人沟通 打算问清楚他的名字 出生年月等信息 老人年事已高 也没有带身份证 短时间里 民警也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 民警就用手机给老人拍了一张照片 拿着这张照片去询问附近的居民 确认老人就住在附近之后 身高1米92的民警 戴子东搀扶着老人在街头慢慢走 顺着街边住户所说的大致方向找了过去 老人的家人告诉民警 他们就住在三四百米外的一个小区 老太太离家后一直没有回来 他们已经找了半个多小时 直到在路边看到了一高一矮两个身影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而在安徽宣城 也有一名暖心的高个子民警 近日李奶奶迷路走失 身高1米93的小王警官 找到李奶奶之后 万一要为奶奶打伞遮雨 耐心地听奶奶诉说心事 自己的背后都湿透了 也没有发现 原来李奶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 温暖身高差是与老人的预见 时事的后背是大个子的问情 小旭是重庆南岸区 亚太路的一名经营户 最近这两天 他老是听到门市天花板上有异响 一开始以为是老鼠 结果他上去一看 完全出乎了自己的意料 小旭说店里异响闹了好几天 终于忍不住 上去检查一下这才发现 在天花板上闹动的是一个小家伙 小旭弄了一把梯子 从店门口的空调阁里 把小家伙请了出来 这只鸟的颜色很特别 小旭和周围的人都表示 以前没见过 网上对比查看之后 小旭发现 小家伙竟然是宾威物种 由于小家伙受了伤 小旭担心他有危险 便拨打了当地林业部门的电话 进行求助 南岸区野生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 随后赶到现场 野生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只鸟的确名叫紫啸冬 俗称紫啸鸭 这种鸟在重庆本地比较少见 初步判断这是一只雏鸟 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会把这只紫啸冬带回去急救 如果康复 一般会在春天放飞大自然 在深圳 仙湖植物园是最受市民欢迎的景点之一 这段时间受疫情的影响 来仙湖观光的游客少了 有一群不速之客却趁夕而入 跑进园子里来撒花了 监控上面发现的比较多一些 我们在执勤巡逻的队员 就近距离的看到 也不是很怕人 一头大的 然后带着七八只小的成群接队的 在园区多处范围活动 保安队长介绍 原来只是偶尔会发现野猪的踪迹 2020年1月底受到疫情影响 仙湖植物园避圆两月 重新开园之后 实施人流管控 随着人类活动的减少 原本喧闹的植物园 成了动植物的天堂 而野猪也就在此时开始频繁下山 那么园区里面的话 比如说荔枝 龙眼 还有一些棕榈的掉下的果实 然后在地上也落的到处都有 现在是6月份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山上面很多野生植物的种子 还没有成熟 那么它下山觅食 这个是正常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 野猪是杂食性动物 而且好奇心很强 甚至还跑到受保护的苏铁园 去啃食苏铁的种子 这也给植物园的管理 带来了一些麻烦 因为蜜食 可能是会拱我们的草皮 和这些植物的根茎 对 还是有一些破坏性 仙湖并不是市政公园 而是保留了野生动植物 原生环境的植物园 作为山游保护动物 野猪的适应性和繁殖力 都很强 在合适的条件之下 野猪自然会频频出现 与人类近距离的接触 下面再来关注 美国佛罗里达州 住宅楼局部 坍塌事故的最新进展 昨天 当地官员表示 由于废墟下的明火 仍未被扑灭 救援工作面临 难以想象的困难 截至发布会时 救援工作未获进展 仍有159人下落不明 据美国佛罗里达州 麦阿密戴德县官方消息 即至当地时间25号 24号发生在该县 瑟夫塞德镇的住宅楼 局部坍塌事故 已造成4人死亡 另有159人仍然失联 据官方统计 目前已有35人被救出 事故已造成11人受伤 美国总统拜登 25号宣布 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指示联邦紧急措施署 和国土安全部 协助当地救援工作 从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 发生部分坍塌的 住宅楼临近大海 附近也有不少高层建筑物 靠近住宅楼的画面显示 楼房一侧完全坍塌 地面上瓦砾堆积如山 据报道 大楼周围数条街区已经被封锁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日前制作了演示动画 从三个视角直观地呈现了 大楼发生部分坍塌前后的对比图 其中用黄色线条圈出的部分 为发生坍塌的部分 据了解 这栋住宅楼建于1981年 楼龄40年 在这栋12层的大楼内 有130多套住房 大约80套有人居住 大楼共有55套住房 在坍塌中损毁 事故发生时 这栋大楼正在进行屋顶维修 坍塌的原因仍在调查 救援行动也在进行中 6月25号 据外媒报道 美国迈阿密倒塌大楼的住户 对公寓管理方发起集体诉讼 索赔超过500万美元 住户认为 公寓管理方 没能保障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通过日常护理党措施 本可防止事故发生 公寓管理方却没能监控建筑物的稳定性 关于佛罗里达州住宅楼局部坍塌事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近日公布了一份2018年的报告 撰写报告的工程师 当时就向公寓管理方发出警告称 这栋大楼的建筑结构已经出现损坏 工程师弗兰克·莫拉比托 在报告中指出 该公寓的初始设计存在明显错误 防水层是平铺的 而不是倾斜 以让积水下流 他表示 如果不尽快更换防水层 公寓的混凝土会加速损坏 莫拉比托还说 公寓地下停车场的墙壁柱子和横梁 在报告撰写时 已经出现了大量裂缝和破碎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的报道 当地时间25号 美国科罗拉多州阿瓦达市警方 证实在21号发生的枪击案当中 一名建议勇为打死枪手的当地居民 反而被警方开枪打死 来看报道 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21号下午 事发地点处于阿瓦达市防华区域 从警方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枪手将自己的车 停在了警察巡逻车附近的一个停车位 从车中拿出枪后 跑向一名警察 并向其开枪射击 这名警察被当场打死 根据警方的描述 一位名曰约翰尼·赫尔利的当地居民 随后与枪手对峙 用自己的手枪将枪手击毙 当另一名警察赶到时 赫尔利正拿着枪手的枪 这名警察看到后 不由分说向赫尔利开枪 赫尔利重担身亡 阿瓦达市警察局局长25号表示 对赫尔利开枪的警察已被停职 并接受调查 据报道 在枪击事件发生大约40分钟前 枪手的家属曾报警称 枪手准备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警方公布的文件则显示 这名枪手原计划 枪杀更多当地警察 当地时间25号的下午 哥伦比亚总统所乘坐的直升机 在飞行途中遭遇射击 机身在空中至少被击中三次 而且当时飞机上还有多名政府高官 当天下午 杜克达成一架黑鹰直升机 准备在哥伦比亚东北部 北桑坦德省省会库库塔降落时 突遭枪击 机身被击中至少三枪 索性飞行员设法着陆 杜克对袭击事件进行了强烈谴责 他表示他本人不会向恐怖主义行径屈服 哥伦比亚将继续打击贩毒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行为 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在第一时间 着手调查此次事件 目前库库塔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一报道五千百分正在直播 大家好 第一报道五千百分正在直播 大英心相反 这个是肉品品质合格上 眼睛当时没有看到 那一块马拉松米菜的景点 在亚太大街游南向北 平时的这个快速录的日记足迹上 光荣于你 梦想于我 我们是公共新闻第一报道 福彩快乐吧派奖了 6月16号起连续派奖30天 福彩快乐吧2.8亿大派奖 活动期间十种玩法都夹奖 大奖最高可中1000万元 单张彩票满100元 如果没有中奖 还能随机赠送30元的彩票一张 今年的高考已经是开始填报志愿了 2021年长春科技学院 作为我省国家计划内统招院校 今年长春科技学院计划 本科招生专业48个 那为考生提供了以工学为主体 以农学为特色 医学 管理学 经济学 理学 艺术学 文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专业体系 也欢迎各位考生或家长来电咨询 电话号码是043184256 043184256 同时咱们还要关注一下天气 吉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15分 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的6小时 白城北部 通化南部 白山大部 长白山保护区有雷电 可能会造成雷电的灾害事故 部分地方伴有冰雹 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省应急管理厅 省气象局联合提醒 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那另外明天是中考的第二天 我们吉林省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一个 雷雨的天气 这个雨天路滑有可能会影响交通 在这也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 咱们出门的时候打点提前量 提早到考场 另外一定要携带雨具 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通行的安全 对 那最后还要让大家关注的 就是正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热播的 年代谍战大戏麻雀 今晚即将播出第45到第47集了 在今晚的剧情中